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才想请你们来投资 爸 林局 你怎么在这儿 马书记啊 刚才啊 我到您办公室找您 小田说你跟朋友出去 您电话呢 又不在服务区 所以只好到这儿来找您 我请一个朋友吃饭 什么事儿 这么着急 有点事儿 咱们进屋说吧 你说什么 要停止对童百山的调查 是 马书记 你明明知道他们现在在打经济派 童百山现在就是在把零和的经济当做人质 来要挟咱们 咱们可不能妥协 当然不能妥协 但既然人家打出了经济派 我们就得有办法对付 我觉得最好的办法 就是尽快对童百山采取措施 除此之外 你打什么派都不管用 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情况发生了变化 那天你在市委扩大会议上也看到了 形势对我们并不是有利 马书记 难道你还真的 准备去给他们招商引资啊 我可丑花手头里啊 我是一分钱也拉不到 这个不用你管 我自然会有办法 李决 你爱人最近情况怎么样 一直在治疗 怎么了 这些天 多陪陪他们 马书记 你到底什么意思 是不是袁书记顶不住压力了 又改变主意了 李决 你不用说了 我没想到事情会这样 好 好 我马上过去 我也是 后来 你是不是够访开 我不行了 我出去 我去做发行 我记得你 你会不会不会 你会不会 你会不会 癌细胞有扩展的可能 我没敢告诉子贺 是不是回了灵河 医疗条件不行 不是这个问题 现在给子贺主治的大夫 就是梅汉从省里请来的 是最权威的 他们采用了最先进的治疗方法 也就是说 在和什么地方治疗 没有太大的关系 而是 是什么 错过了治疗的最佳时期 这么说 从一开始治疗就仅迟了 竟然还不过 对 伤心 也还不一定 这才好 你不愿意 案子了结了 是大夫跟你说什么了吗 不 子和 别瞎想 大夫说你的身体啊 正在慢慢恢复呢 你看 感觉好点 我你就别管了 没事 你呀 只要专心办好你的案子就行了 你的压力很大 是吗 越是这个时候 越不能退缩 就跟我治病似的 我要是不坚持化疗 早就没希望了 你们一定要听出 我还等着 看那些怀滩的下场呢 只有这样 你和朵朵 才能平平安安的 瞬间 答应我 好吗 我不放弃 你也不能放弃 好吗 答应你 也不放弃 好吗 我们今天开会 我们今天开会 是讨论一下 市委下达给我们政法系统的招生引子指标 看看该怎么完成 市委对这件事情 专门下达了文件 具体的要求和精神 文件上都说了 主要是想了解一下各单位 都有什么意见 如果没意见呢 这三千万的指标 就平摊到各单位 抓紧落实 大家有什么想法 我坚决支持市委的部署 无论分给我们局 多少指标 我们坚决完成 马书记 说实话 政法机关就不应该 掺和招商引资的事 这样会影响到 政法机关的公正性 市委权力保证者 已经做出了决定 你就不要再说这种话了 就说说 你们能完成多少指标吧 那我就实话实说 我们这儿 可能一分钱都照不来 我们法院 也没能力完成 如果指标低一些 一二百万的话 我们司法局可以考虑 行了 无论都说能完成 你们几位怎么就这么消极呢 如果这样完不成指标 我怎么向市委交代呢 无论交际多 人脉广啊 和我们室内外的一些著名的企业家 都有良好的交往 在这方面的能力 的确比我们强 能者多劳 所以我建议 所有的指标 就请吴局都包了吧 钟姐呢 你可真会想办法呢 那这样吧 要不公安局就多承担一些 给你们分配一千五百万的指标 剩下的呢 由检察院法院司法局来分担 吴局 这样行吗 应该没问题 好 吴局已经分担了一半了 你们几位呢 就不要再讨价还价了 赶紧回到各单位 发动群众抓紧落实吧 咱们去哪儿 走 去给子和买点水果和阴阳品 李军 李军 梁健 我听到有一些风声 说上级领导 觉得你对同外山有成见 所以才故意找他麻烦 说你这样会影响零河的经济发展 想把你给调走 我觉得马书记现在这么做 其实是在保护你 让你避避这个风头 看来啊 真有可能是我太急了点 不过不管怎么样 办案子一点都还不能放松 这嫌疑人苦子 到现在还没彻底交代呢 曾队 你去趟看守所 要加紧给他的审讯 我呢 回趟局里 我得让有些人觉着 我又有事办不了案子了 嗯 来 兄弟 坐 好 马叔姐 兄弟啊 这么搞招商引子是要出问题的 保增长是没有错啊 但是现在这种搞法 已经偏离了招商引子的本来目的 这种增长啊 是泡沫 是拔苗助长啊 中阳 你这些说法 跟网友套中人帖子里的观念很相似 好 不管他怎么说吧 这是我的真实想法 马叔姐 我可把我的观点都说出来了 到时候要是出了问题 影响到检察院的本职工作 你可不能追究我的责任啊 行了 中阳 我今天找你来 不是来跟你讨论这些的 你们检察院 对胡全理问题的调查 进行得怎么样了 马叔姐 你心里怎么想的 对胡全理的问题 你真要查到底 怎么 你还怀疑啊 哎呀 我看你忙于搞这个招商引子工作 我不能不留个心眼啊 到时候你顶不住压力 改弦更张了 那不是把我给搁到里边的 我说中阳啊 你确实是心眼太多了 也太谨慎了 行 那我就跟你说实话了 我之所以搞招商引子 就是为了能够保证 对政法系统内部腐败问题的调查 能够顺利进行 我不想出现半途而废的结局 你这是明修战道 安度陈层啊 情况太复杂 我不得不这么做 车书记的教训太深刻了 行了 中阳 能不能也跟我说说你的心里话啊 好 好 车书记出事以后啊 我对一些事情 一些问题的看法和态度啊 的确很暧昧 但是 我要告诉你 套中人就是我 应该能打消你的顾虑吧 真的是 是 其实我早都猜出来 套中人应该是我们政法系统内部的 是 但我没想到会是你 说起来一言难尽啊 有一段时间 我这心里边 特别的憋悶 特别的无望 但又不甘心啊 是 我就用套中人这个网名 在网上发表一些文章 谈谈自己的看法 也算是小小的抗争吧 我就是 希望人们对临核政法系统内部存在的问题 给予足够的重视 是 马书记 我现在心里有点大 我应该配合你 放开手脚干 重点 我觉得你 还是应该保持你比较暧昧的状态 现在上面有些人对李锯定的很紧 有些事他做 反而会遇到很大的阻碍 马书记 你不用说了 我知道应该怎么做 胡全李的问题很快就会查清楚 那招商引资的事 你回去开个会 造一下生事 能招就招 招不倒不必勉强 而且要抓好这场的工作 不能松懈 队伍不能乱 好 那你的压力不是会更大吗 这个我来想办法 李锯啊 李锯 李锯啊 吴局离职决定召开个党组扩大会议 你要参加啊 什么议题啊 这么紧啊 是关于招商引资的事 咱们局接受了一千五百万的任务指标 这么多 怕是不好完成吧 那也得完成啊 所以啊 先开个党组会统一认识 然后全局动员 发动大家群策群力 哦 这方面工作啊 我本来就是个外行 提不出什么建议来 你们看着办吧 哦 吴局 吴局 本来我就要跟你请个假 时日子和 情况不太好 我得到医院去陪待 那你就赶快去吧 替我们问候叶老师 也要去满足 是吧 你不想赢呢 没办法 你不想赢着 不想赢呢 你也不想赢去 这边是oodle 你也不想赢去吧 你也不想赢去 潘才正还在他们的手里呢 我今天特意在这儿定了一桌银河风味菜 你尝尝先吧 好的 来 请 来吧 干一杯 我还是喝潮吧 好 好 好 随便 来吧 怎么样 吴杰啊 没想到吧 军事扭转这么快 现在马其名他们都慌了手脚喽 坑我道 不过现在潘才正还在马其名的手里 我总觉得心里不踏实 咱们还得想个办法呀 你担心什么呀 我那个堂弟童三铁也在里边呢 其实他们进去了也好 咱们把所有的事情都往他们身上推 就说咱们不知情 他们背着咱们干的 咱们被他们骗了 就算最后查出来 顶多就是一个失职 或者是用人不大 这样说 能扛过去吗 肯定扛过去 但愿如此吧 一定如此 我现在倒要看看马其名 怎么才能够找到投资 怎么样 这儿的饭菜还不错吧 味道真不错 挺有地域特点的 值得推广 今天这一圈转下来 应该感到零和的旅游资源很丰富吧 不光有自然风光 意识文物 再结合这有特色的饮食文化 旅游开发的前景很优软啊 马书记 你是政法书记 这么积极邀请我们到这儿来投资 除了经济上面的考虑 是不是还有别的意义啊 这个我也没必要瞒你 上车吧 咱们路上说 好吧 我去吧 马书记 既然我们公司的投资 对你有这么重要的意义 那我回去马上写可情形报告 争取把这个项目促成 太好了 兄弟 有你这句话 我就得谢谢你 谢什么呀 为你做点事不是很正常吗 喂 马书记 我是李智娘 有重要情况要报告 好 你等我 我马上过来 马书记 对不起啊 那天我不够冷静 过去的事不提了 说案子吧 嫌疑人虎子已经全都交代了 这是他的口供笔录 好 你看一下 这个人 我跟他打过交道 打他技巧为佳 威胁苏子都有他的份 他现在又交代了几件 跟胡全黎有关的案子 您应该知道 去年的318报这案吧 嗯 当时啊胡全黎在县场奋力排报 因为这个啊 他得到了实力的嘉奖 融合了个人案等功 不过根据虎子的交代 这根本就是个假案子 撤头撤尾就是个阴谋 在这个笔录上面的第五页 记录得非常详细 他是在拿立功 给自己捞取政治资本 虎子还交代啊 说胡全礼啊 就是当年 勘守所劫狱案当中 那个被劫持的狱警 社会上都把他称作胡歌 当时虎子 他是负责切断通信跟电源 马书渐 看来是时候 对胡全礼采取错事了 再等一下 等中检那边的消息 由检察院以经济犯罪来控制他 也可以迷惑一下对手 减少阻力 立军 朱旺子那边有什么动静 朱旺子一直在他们村口 那个破房子里待着 不知道他想干什么 小马跟我说呀 他发现独狼也在附近活动 所以他担心 要是让他两线作战 怕是有困难 那我就给你们再调一个人来 协助他们 来人了啊 你应该不做 我始终这些人 为什么 就是 想着 或者 想着 我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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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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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什么问题啊 你的问题你不知道吗 你们抓我 你们凭什么抓我 你们要负责任 你坐下 坐下 吴全力 你用不着在这儿装神弄鬼的 我告诉你 你最好老老实实地 坦白你做过的事 对你才是最大的帮助 坦白 我做错什么了 你们非逼着我坦白啊 好吧 我们出去 你自己一个人在这儿哭痛快了 什么时候不想哭了 你再来找我们 走吧 忠姐 忠姐啊 我不能去坐牢啊 不能去坐牢啊 我不能去坐牢啊 我坐牢了 我 我怎么当局长啊 我还怎么工作呀 我找你 我想知道 我失败了 你 什么时候 就找我个人 在我身上 那我都没得到 你和我过的 那我还是你和我 你 Punjilen都化了 被檢察院控制起來了 是啊 檢察院的人今天下午 搜查了胡全里的辦公室 當時我不在局裡 今天晚上我才知道 什麼罪名 經濟問題 說有來源不明的巨額資產 一定是他那個大嘴老婆 到處吹牛誇父 經濟問題好吧 我會在公司裡採取措施 掐斷所有的線索 就怕經濟問題只是個幌子 胡全里現在關在哪兒 不知道 忠實不會告訴我的 也不知道這次胡全里 是什麼動機 你也別著急 絕不能讓事情擴大 其他的問題我想辦法 那好 我先回去了 胡全里被抓起來了 你怎麼一點封城不透露啊 這 這我不知道啊 我被派到雲嶺出差了 你趕快回來 好 我被派到雲嶺出差了 胡全里怎麼樣了 您好 我是平安保險公司的 您需要做保險嗎 不做 媽的 還是 您用 webcam 這麼多賢 我打算 我現在提到 他要 self制 是否決於這次 退下 你們好 你還沒給錢嗎 會不會給錢嗎 簡直給錢 湖圈裡有進去了 還不知道關在什麼地方呢 你看你用這些人 我又得跟你擦屁股 那就別擦 誰請你擦了 吳大公 你是不是翅膀硬了 你能飛了是嗎 是嗎 喝什麼 喝 你想幹什麼 怎麼著 你還想打我是嗎 你打 你打 你打死我算了 我還懶得看你的窩囊樣呢 我怎麼這麼沒哭呢 好了好了 別哭了 都是我不好 好 你走 你來吧 這幾次 你去哪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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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五一十地告诉我 别再骗我了好吗 我跟洞败山认识 还是潘才章介绍的 当时我认为 洞败山在林河的势力最强 靠上他对自己肯定有利 我为洞败山第一次办事 还是一个叫七星的重犯 来来来 喝茶 童总 找我有什么事啊 福爷说啊 有个叫七星的 关在林河看守所 让你想办法把它弄出来 这时候肯定不行 我可干不了 无际无际啊 你可别忘了 你我捧的都是福爷的法案 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那才能显出你的能力啊 他要把他造成我的法案 行吗 抓一抓那儿的政治思想工作 让看守所 数几个典型就行了 那么事后 你拿过好处吗 当然了 这些年 你每年出国旅游 购物的费用 都是他们提供的 那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呀 我不是为了让你高兴吗 看起来 这一步 是走错了 是啊 我们都错了 我早就应该想到 天底下哪会有免费的午餐啊 你说现在咱们该怎么办吧 要不 我去省城找我爸 跟他好好说说 让他跟我们疏通疏通 你爸爸可一直都看不上我 那不是过去吗 他对你这恨你也不成刚 所以才对你那么严的 现在不同了 你不是当上局长了吗 我觉得只问不上 不管怎么着 你是他的女婿 咱们是一家人 人家的女婿 我让你去多来 因为我都不想了 你也不想了 你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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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会想了 你哪儿 吴全离 今天的饭吃得挺多呀 这说明你的情绪 已经稳定下来了 高姐 你要问我问题了吧 高姐 高姐 审得怎么样 高姐 检查委员会刚刚开会决定 从现在起 胡全离的案子由我来负责 胡全离 走吧 向蒙贵 这事我没接到通知了 我这不是来通知你的吗 胡全离 跟我走 不不不不 我不不不 胡全离 我怕他 冷静点 我怕他 冷静点 胡全离 你别喊啊 胡全离 现在犯罪嫌疑人出现了异常情况 需要晚上处理 不能交接 您请他外面等候一下 行 我只给你两分钟 高 高姐 我求求你 胡全离 你俩他走 我什么都交代了 你先交代 你都怕死啊 我不能死啊 胡全离 你听我跟你说 你不用害怕了 在那里别动 老姐 我跟你说 这可是检察委员会的决定 如果你不相信的话 你可以给中检察长打电话 请示他 但是我可告诉你 人 我现在必须得带走 这恐怕不行 在我没有看到检察委员会的正式文件 和得到马书记 中检的允许之前 我不可能把人交给你 行 我知道 您是想拿中检和马书记来压我 对不对 瞧您说的 这好像不是谁压谁的事吧 这是纪律 我马上打电话请示中检 请您在这儿等着 去去 去 此言也不能想 什么 先本会 去待人 我告诉你 我没有让他负责 胡权李的案子 检查委员会也没有开过 有关这个案子的任何会议 你要警惕 明白了 向不贵呢 他说有急事先走了 走了 看住胡权李 不过去 停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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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忠姐媽 項目隊跑了 我知道了 我立刻向馬書記彙報 好 知道了 李鈺 立即組織請進 追捕項本貴 談成一輛黑色的交車 向西環路方向去 車牌號 合衛02478 你說項本貴怎麼會長到這兒來的 這個地兒只有我 忠姐還有你 咱們三個人知道 太奇怪了 對不起 高姐 昨天我回院裡領公司 碰到了向馬貴 她問我最近為什麼沒有參加 支部組織的活動 我就說這兩天在這兒辦案 都是同事 我就沒在意 是我疏忽了 她就沒影響 我疏忽了 我疏忽了 她只想要 她把他們的圖案 趕陽 趕陽 我接盡了 河衛座 真等的 但我的鼓勵 我不想寠了 要想能看到 你是怎么知道他是来害你的 毒死王正茂的毒药 就是他给康永胜的呀 他进进来肯定是同百姓 让他来对我下毒手的呀 慢慢说 说清楚 他给了我一些断肠草 让我想办法除掉王正茂 可是我不知道王正茂关在什么地方呀 后来检察院就介入了 是向本贵负责审查王正茂 老黑知道以后 就让我把断肠草交给向本贵 我给他的时候我还问他 是不是他自己动手 他跟我说 他会交给康永胜 第二天 王正茂就死了 向本贵和同百姓 他们究竟是什么关系 我原来 不知道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 王正茂这个事件 发生了以后 我才知道 同百姓和向本贵 关系很密切 后来我还仔细打听过 向本贵有个情妇 就在同百姓 集团的总部上班了 我说 我全说 你们一定要给我留一条活命 断肠草 是向本贵给我的 是同百姓他逼我这么干的 我拿过他的好处 所以他让我毒死王正茂 我不敢不听 同百姓还让你干了什么 同百姓他还让我做掉小四 小四和刘玉英在垃圾场会面 我派去的两个人 不是小四的对手 小四逃走了 搏斗的时候 误伤了刘玉英 然后我就骗同百姓 我说 小四死了 我又骗潘台璋 说刘玉英也死了 开头他们俩都相信了 喂 是我 同总 我是向本贵 嗯 情况怎么样 没能得手 我也暴露了 我现在按第二方案行动 已经到了昌泰镇 是在镇上的公用电话厅 给您打的电话 同总 快派人给我送点钱来吧 好 你现在往西走到野马滩 那会有人接你 啊 又白养了一个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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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让我是他女儿的 谁让我是他女儿的 萍萍啊 这次你可救了我了 怎么了 又出什么事了吗 哦 夏满贵想捞住胡权李 自己却舍了 现在正在逃跑呢 哎 这次要是没你的话 下一个逃跑的 就该轮到我了 大公 你到底做了什么事啊 啊 你跟我说清楚了呀 我现在 是说不清楚了 下满贵死了 对 他的尸体啊 是在吕泰珍往西的野马滩上 被发现的 发现他尸体的是野马滩上 当地一个农民 根据法医鉴定报告 他是在出逃当夜 被人勒死之后 抛尸荒野的 凶手的手法很娴熟 一看就是个老手 可一断定啊 这是杀人灭口 家强对朱王子的保护 不做事 岁上马滩 一定是大丈夫 许多年 大bed 比较快 小冬 好 什么 小冬 小冬 抓住 不劳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就看守所里边那个春娃后来跟我成了哥们 她告诉我说以后万一她要是遭遇了什么不测 让我一定要去把那包东西找到 说她比金子还值钱 后来春娃被王副所长带走了就一直没回来 我还以为她是给人捞出去了呢 直到我逃出来才知道她是得了疾病 送到医院以后就死了 我就按她说的地方把那包东西给找到了 把它藏了起来 我还想我这回可是发大财了 从土砖洋里挖出来那包东西通过化验 的确是冰毒 足足有五公斤 看来毒狼一日在追踪出旺子 就是冲着这包冰毒来的 毒狼情况怎么样 刘东一日在跟踪他 那天晚上故意把他放跑 就是为了进一步查找证据 你有线索了 有 刘东发现这个毒狼经常往陈家庄跑 据我们进一步了解 这个毒狼其实是一个私生子 他生生母亲生下他之后 就把他扔在了一个汽车站 是进城赶集的武阳婆把他捡了回来 武阳婆是陈家庄辈份最高的一位老人 家里就他一个人 所以他先后收养了两个孤儿 一个是毒狼 另一个是乌鸦 据说这两兄弟从小感情就很好 像亲兄弟一样 只是和村子里其他孩子比起来 性子野一点 胆子也大 这个毒狼十八岁那年 村里的一个老光棍 骂他是野种 他就拿着铁锹 把这个老光棍打进医院住了两年 毒狼因为故意伤害罪进了监狱 后来认识了袁晓安的人 袁晓安觉得他很讲义气 很看重的 出狱之后他就跟袁晓安一起从事贩毒的生意 看来啊 春娃儿 毒狼和袁晓安都是一个贩毒团伙的 这春娃儿呢原来在省屯跟着袁晓安赶 后来到了灵河 在一家地厅里贩卖摇头丸的时候被抓 我估计啊 他藏的这包毒品啊 十有八九就是袁晓安的 而同百山之所以要追杀猪王的 是为了得到那张优盘 这张盘上记录了同事父子在灵河乃至整个地区 包括省城之间的秘密交易 这其中还有百山集团从创业到现在 向方方面面行贿的记录 哦 对了 我也看过 这里边还有孙岐海跟吴达公 我粗略地给他们算了一下 这一伙人啊 从百山集团拿走的贿赂 已经超过了六百万 当然了 他们回报给同百山的要比这多得多啊 马书记要求我们从现在开始 必须加强对判在张和范娜赶子的审讯力度 来 吃饭 这碗呀我一看都饱了 还吃不吃 你真不吃 那我们吃了 小板 把菜端上来 来了 干什么呀 坐 四号 你成天拿着好吃的来馋我 你太损了吧你 他要吃着做点吃饭 你 你知道我肚子里没油水是吧 你故意整我是吧 我告诉你 我什么那么会说的 我什么也没让你说 我就让你吃饭 好吃 你 你吃的 你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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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点死 他跟小四的关系 只是为了报复潘财彰 他非常后悔 我想他应该是愿意为我们做工作 立功赎罪的 与阳 我不能娶你 我们分开吧 为什么 是舆论压力还是怀不愿意呀 都不是 我是不想把你扯进来 你 你说什么呀 出什么事了 你别问了 长痛不如短痛 你忘了我吧 好吧 你走吧 从现在起 别再让我看见你 你别再让我看见你 玉瑛 我也是没有办法 怎么你 是 我是差一点死了 是秦居他们把我救了 你怎么会来这儿 我知道你要跟我说什么 我不想听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是 你可以不为你自己想 可是 你得替你儿子华伟想想吧 潘财障已经是铁石心肠了 不过在刘育英提到她儿子潘华伟的时候 能够看出来 她的心里是不平静 也许现在也只有她的儿子 能够触动她了 可以 可以让潘财障跟潘华伟见面 那好 那我今天晚上就动声 争取明天一早 就带着潘华伟一块返回 尽快地把潘财障这块骨头啃下来 对我们就更有利 秦居 那就辛苦你了 天这么晚了 路上一定要小心 放心吧 董总 你是说潘财障哪儿子潘华伟啊 对 就拿潘华伟做文章 让他去找马其名李春江啊要人 要他爹 他这么一闹 咱们就知道潘财障在哪儿了 这下一步就好安排了 试试看吧 有早没早打他一杆子 可我听说这个潘华伟好几年没消息了 我已经打听清楚了 他现在就在云岭玻璃钢厂 我明天一早就让老黑去把他接回来 那好吧 那通总 我先走了 好 不送啊 诶 秦伯伯 我爸到底犯了什么事 正在调查呢 他前阵子来过一次 他前阵子来过一次 我看他好像有事儿 他没有跟你说什么 倒没说什么 就说来看看我 他给了我一点钱 华伟啊 见了你爸爸 一定要好好劝劝他 我会尽力的 好 秦伯伯 我想回家给我爸拿点东西 行 那我送你过去 来 公主 人已经不在云岭了 我爸 常理说 他一大早被人给接走了 让马其名抢在他们前面了 这个潘财长要是一跟他儿子见面 他心里上就会产生动摇 老黑啊 你马上去盯住潘财长的家 绝不能让他们父子见面 明白 别忘了 我去 阿華偉吧 對啊 我是公安局的 馬書記特意派我來接你去見你父親 阿華偉 快跑 你快跑 阿華偉快跑 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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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呜 马叔计 这是您今天要签约的文件 喂 我马静明 马叔计 出什么事了吗 签局稀少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李军 我们查看了潘财章家小区的监控路线 发现凶手和百山鸡同的老黑 他们在一起活动 立即抓捕嫌疑人老黑 是 太不瞎话了 不能再让他们这样为所欲为了 马书记 马上成立了案组 查清凶手缉纳归案 这个案子要是不破掉 我们都无焉面对秦末的家人 和林河的父老 现在可以确定 百山鸡团的老黑有重大的嫌疑 他曾和凶手一起出现在现场 吴大公李春江他们都在干什么 李春江是干不了 就该把他调离 老黑情况怎么样 给他控制住了 已经在他公司和住所不控了 袁书记 百山集团可是 是李保护的重点企业 不管是什么企业 只要牵扯到犯罪 一查到底 绝不谈护 就这样 titan 李保护 信大方 是吗 秦伯伯是为救我才牺牲的 到底是怎么回事 要是没有秦伯伯 我就见不到你了 他们这是冲着我来的 爸 您什么时候能回家呀 我 让我想想 让我想想 来 李奇 真是稀客 你第一次到我这儿来吧 欢迎欢迎 来来来 里边请 来来来来 这边请 这边请 来 我们有事要问你 好 请问 坐着呢 您从今后来 您 今天我们为什么来吗 您能不能相关 您的电视 您会不会 嗯 您会不会 她的辦公室和住宿啊 沒找到的 那好 我去用給你她的手機號碼 你們跟她聯繫 童白山 你別耍花頭 我警告你 老黑現在涉嫌殺人 如果你知情不報 後果你應該自己清楚 聽這位同志的意思 我童白山包皮殺人犯哪 好 你們可以搜查我這兒 我整個的公司你們都可以搜查 我可以讓下面的工廠 車間停止生產 你們去搜 只要你們敢於承擔 由此帶來的一切後果 你這話什麼意思 你這是在威脅我們 我跟你說句老實話 怕威脅 我早就不幹這好 我還是希望你能夠主動配合 說清楚老黑的去向 好 那我就實話告訴你們 三天以前我已經把老黑開除了 所以你們在這兒找不到他 那你剛才為什麼不說 剛才說 我剛才又說了你們以為我不讓你們搜查 我不是嫌疑更大了 我正重地告訴你們 百山集團 絕不容老黑這樣的敗類 為了不耽誤你們的破案 我們公司人力資源部有老黑的檔案材料 可以提供給你們 除此之外 你們可以找我公司裡邊任何一位員工 去了解老黑的去向 到你身上的你身上 給我 你給我 就行 不給我 快幾乎 我記者 把你搶走 算不給我 我呢 你不 要是藏在厚子洞裡 也把他搜出來 李局 我今兒對銅板山太客氣了 我這心裡窩火 這樣對情侶太不公平了 你少說兩句吧 你以為我心裡好受 李局 鄭大 熊手醒了 他交代 是老黑給他打電話 讓他來領和的 談好價錢是五萬塊錢 他過來 他就是要幹掉潘華偉 不讓潘家父子見面 在領和 他只是跟老黑聯繫 沒見過其他人 好 立刻發通緝令 激拿老黑 記者 一定要請地區和周邊 縣市的公安機關 予以配合 是 銅板山把所有事 都推到老黑身上 他是盤算著我們抓不到老黑 就很難指正他 可大家伙現在心裡都憋著一股勁了 都說一定要給情侶報仇 馬書姐 咱們應該徹底搜查百山集團 以及他的下屬企業和相關的娛樂場所 給同百山施加點壓力 逼他說出老黑的下落 大家急於給情侶報仇的心裡我能理解 我也一樣 但越是在這個時候 我們約得顧全大局 就要冷靜克制 我們面前的對手 在領和經營了多年 上邊又有保護傘 從外部給他施加壓力 他可能會隱藏的更深 我的意見 還是內心外松 麻痹他們 最終隱蛇出動 喂 喂 我是马启明 喂 我是老同啊 同志姐 你好 我已经收到了 邱书记转发的 你们关于秦莫同志牺牲的报告 我非常悲痛 也非常愤怒 同志姐 是我的工作没有做好 我已经打报告的地位 请求给我处分 现在你先别跟我说什么处分不处分 我不想听这个 你现在必须集中精力 插住凶手背后的主谋 我们正在进行调查 但是对象特殊 有很大的困难和阻力 这个我了解 我也感到压力和困难 秦莫同志牺牲了 已经有人造舆论 说 当初派你到零河区是错误的 同志 你不用为我担心 关键点现在你一定要坚持住 懂吗 有压力不怕 你一定要掌握证据战胜敌人 同时 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明白吗 我明白 再见 同志你 我们老三 我们要注意 哎呀 没法处 他imes 行了 我心里有熟了 我走了 路上慢点 喂 哪位啊 是吴局长江吗 是啊 那个吴局上班去了 你打发手机好了 你是她的夫人吧 对 那我就找你 不找吴局长 请问你有什么事吗 我有件很重要的事情 想和别谈的 而且必须是当面谈 我又不认识你 有什么事你电话里说好了 你没有听清楚我说的话 我说的是面谈 就是要见到你 无聊 喂 你既然敢关我的电话 你信不信 我现在一个电话 就能把吴局长抓起来 你是谁 我只要不认识你 我认识你 我说的是面谈的